其實就會涉及到所謂的IO當blocking或是blocking的行為 那本次的分享呢就是來分享說 Echoland的Standard Library 它的HTTP Server是如何透過EPOL的方式 來實現高效的快速網路傳輸這樣子 那我們非常歡迎就是目前正在虛擬幣 從事相關的虛擬幣工作的Vic 來跟我們分享這次的議題 大家好,我是Vit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看好Golain如何用EPOL設計高效的HT Server 好,簡單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目前就在BeatTor工作 然後Golain的經驗大概兩到三年 那目前平常有一些會在Medium寫廢文的習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我媒體眼看一些廢文這樣 好 那接下來進入主題就是 通常大家在討論那個高效的HT Server的時候 都會跟一個問題一起討論就叫做C10K問題 那這個問題簡單就是在 Web 2.0的時候我們如何設計一個Web Server 同時可以處理一萬個以上的 TCP連線這樣 或者是一萬個以上的HTB Request 那可能這時候大家都會想說 欸不就是多線程嗎 那你知道我知道 多眼龍也知道 但是其實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對 因為如果今天我們把這個問題變成C10萬呢 那可能就不是多線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好 那我們先看個簡單的概念 什麼是IoString IoString IoString簡單說它就是 我們的UserLabel的Process 透過Kernel層跟硬體交互的過程 它可能是對一個檔案做讀寫 或者是對一個NetworkIo做讀寫 那在Process Open一個檔案或者是一個TCP連線的時候 我們的Kernel會回傳一個叫做File Descriptor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像的它就是一個 針對Io的指標 那我們的UserLabel的Process 可以透過這個File Descriptor 直接去reference到底層的Io的讀寫的狀態 或者像是說它現在讀到哪一個Offset的位置 那它要從哪一個Offset開始寫入資料這樣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講一句的Server 所以我們這邊Io都會focus在NetworkIo的部分 NetworkIo其實它就是透過這個Saki這個Silicon 建立了一個網路的連線 可以看它那個下面的Descriptor 它會說如果我們建立一個Saki 我們用Saki這個Silicon Code 去建立一個Io 它會回傳我們的File Descriptor 那之後我們的Process就會用這個File Descriptor 去透過讀跟寫的方式去對這個NetworkIo做操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另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 就是我們如何用Golens寫一個簡單的TCP Server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就是 呃用Listen然後又有Step去建立一個TCP Server之後 每拿到一個TCP連線 我們會用一個Goluteam去Handle它 那在這個Goluteam裡面它會有一個無窮迴圈去對這個Connection 讀資料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發現啊我們在讀資料的時候 如果這個Connection 它裡面是沒有資料可以讀的時候 這邊就會blocking住 那如果它blocking住會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今天這個連線會blocking住 我們必須每一個連線都要用一個獨立的Goluteam 或是線程去對它做管理 那如果今天這個連線沒有被close掉 那我短時間內可能幾萬個幾百萬個連線進來 那我就會初始化幾萬個shade或是Goluteam 那就會很消耗記憶體 那今天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辦法我們不要每個連線 都用一個獨立的Goluteam或線程去管理它 這時候就涉及一個概念叫做 non-blocking IO 就是我們透過SeasonCode Saki建立一個Io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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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去改變這個Io的狀態 從blocking設成non-blocking 就像下面這個指令一樣 我們這個FD 可能就是我們透過Saki建立的 Network IO的FD 那我們可以剛剛說我要的 我要做的行為是改變這個FD的狀態 改變成non-blocking的狀態 我可以設給它non-blocking的Flag 那這樣我們建立了這個 Narrow的Io 它就會從blocking的行為 變成non-blocking的行為 那non-blocking的行為Io 會長什麼樣子 看一下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它在做 對讀的時候 它不會blocking住 它會馬上回有一個error 那這個error可能會是 Ninence定義的說 欸 嗯 real game的error 就是現在沒有資料 你晚點再讀一次 那 很直觀地去想 如果這個 connection的read不會blocking 那我們要怎麼去 知道它什麼 所有資料可以讀 那我們可能就會用polyn的方式 我不斷地對connection做read 然後知道它有資料回傳給我 那我再對資料做相對應的處理 那你可能會想 欸 三小 這樣不是很耗費CPU嗎 沒錯 就是non-blockingIo其實也不是這樣用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non-blockingIo它是怎麼解決線程數的 blockingIo就是 你可以把它顯示它是一個 沒有辦法掛斷的電話 那我今天我一個客服中心 我想要同時處理 多個客服的問題 那我就必須害了多個客服人員 每個客服人員 就只能去處理一個 沒辦法掛掉的電話 那就是 blockingIo的多線程的機制 那如果今天這個電話 它可以掛斷的話 就變成non-blockingIo 那我今天可能只要害了一個 非常厲害的客服 那這個客服它能夠同時處理 多個連線 多個客服的 多個客數的請求 那只要一處理完 我就把電話掛掉 一出來把電話掛掉 這樣 那這個很厲害的客服 其實在 這個整個Io的 non-blockingIo的機制 就叫做那個 Io多工機制 那我們可以 看一個簡單的範例課 就是什麼是Io多工機制 簡單來說就是 我有一個中央的agent 這個agent 它可以去管理 多個TCP的連線 那它可以透過 統一的一個 中心化的 Poling的方式 讓我把 我對這個 它中心管理的所有連線 做統一的Poling 那只要其中N個裡面 有一個連線有資料 那我就對 這只要做相對應的處理 那我們可以看到原本的TC server啊 我們每一個 asset到的TCP連線 我們都要用一個 獨立的go team 去維護它 那我現在我可以 簡單把它註冊到 我的 中央的IoAgent裡面 去做管理 那我 只要用一個go team 去對 這個IoAgent 中央IoAgent 做統一的Poling的方式就好 所以我不需要每一個 asset到的TCP連線 我都會獨立一個go team 或是stray去管理它 我只要一個 我只要一個 唯一的go team 去對 中央的IoAgent 去做管理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看另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 go lane 很常用到的slet 其實就是 Io多共的機制 因為原本 我們可能 N個channel 或是 N個channel 我們可能 就要N個go team 去讀取它的資料 那現在有slet 我可以用 一個slet 去管理多個channel 讀取或寫入的狀態 這樣 好 那 接下來就進入主題 就是 所謂的ePol 因為 我們不可能在我們的 UserLabel 借你去寫個IoLong多中機制 因為這樣 可能效能不好 或是 太糟糕了 所以 我們go lane 這邊就是使用 Linux中的 kernel層的ePol 那 它其實是ePol ePol 其實是一個kernel的 資料結構 那它主要是 使用視線通知的機器去管理 多個FD 就是 想像可能可以是多個 TCP連線 那這個視線通知的機器就是 就是 我的作用系統 它可以透過硬體的driver 去通知 OS 說 哪一個FD現在的狀態是 Ready for Read 或Ready for Write 那它就會把這個事件通知 給ePol 這個資料結構 那ePol就會再找到對應的FD 把它丟到UserLabel的process 讓它能夠 對這個FD去做 讀資料或寫資料的動作 那我們要把 我們的FD 放在我們的ePol 資料結構去管理 有個前提是 這個FD 必須是符合 Minux定義的Polable的 的抽象類別 這個Polable其實就只是 單純是 讓 ePol這個資料結構 能夠去Poling 這個FD的狀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底層的資料結構長什麼樣 這樣子 它其實是有兩個 資料結構組成的 一個是 紅黑數 那紅黑數它其實就是一個 平衡的二元數 就是你不管怎麼 對這個紅黑數做資料的 插入或是 刪除 這個數的 左右指數都會 保持在高度 差不多的狀態下 然後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個紅黑數做搜尋 或是插照的資料 的時間複照都可以在LogN 那 第二個資料結構就是一個 Double Linked List 那這個 Double Linked List 就是 用來去放 狀態已經是 Ready for Read 或Ready for Right 的FD 就是 當 OS通知這個 Epo 結構說某一個 FD 它的狀態被觸發了 那 這個Epo 就會從這個 紅黑數裡面 找到對應的FD 把這個FD 放到這個 Double Linked List裡面 那它 這Epo 提供了 三個System Code 第一個就是 Epo Create Epo Create 就是 在可動程 初始化一個這樣的資料結構 它的參數有一個是Size的參數 但它其實到後面更新 就是你有帶沒帶都沒關係 因為它都是 可以擴充的 那第二個就是 Epo Control Epo Control就是 我對這個 紅黑數的資料結構 或是說 這整個Epo的資料結構 去做 修改 它 帶了參數 第一個就是 你這個Epo的FD是什麼 就是 從Epo Create之後 會回傳的 Epo FD 然後第二個參數就是 Operator Type 就是 我今天我是要 新增修改 還是刪除 第三個參數就是 我這個 連線的FD是什麼 我要把哪個FD 放進這個Epo的結構裡面 請Epo幫我去監聽 然後第四個就是 我要監聽的事件 這事件通常就是 可讀可寫 或是這個連線被關閉的事件這樣 然後 在 實施Epo Create的時候 然後 它就是會 透過 紅黑數的特性 用LogErn的時間複雜度 去做 插入或是修改 對 然後 這邊Epo Wait 就是 我會嘗試去 從這個 Double Link List裡面 找出 有被 狀態有被觸發的Epo 那如果 這邊 可以看到它可以帶一個 Tie Out的數字 是因為 Epo Wait 它這個操作 它會幫你做Barking的行為 所以 如果今天 我這個Double Link List裡面 它沒有任何的 FD被觸發狀態 這個Epo 你去執行這個 Epo Season Code的時候 它會Barking住 那如果 你有帶 Time Out的參數 那它就會 到這個時間點 它就會回你一個 Time Out Error 那如果你 Time Out你帶0 或者是負義的話 那它就會 一直Barking住 直到有 有那個 FD的事件在觸發 然後這邊可以提及一下 事件觸發 這個人Epo它 有兩種模式 它分別叫做 呃 邊緣觸發 跟狀態觸發 差別差於 在於就是 邊緣觸發 是指 你今天FD的狀態 從可讀切換到 從不可讀切換到可讀的時候 它會觸發一次 那狀態觸發是指說 你今天的FD 如果你的狀態 永遠都是可讀的狀態 它會一直觸發 觸發直到你把 這個Epo的 資料讀出去 讓它從 可讀變成 不可讀的時候 它才不會觸發 這樣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呃 這樣的話 我們Epo的效能 會是長什麼樣 就是 剛剛有提到 因為是紅黑數的關係 所以 Epo的Ctrl 新增修改 它的時間復勞都在LogN 那第一個 呃 大家探討Epo的時候 比較會提及的是 它的另一個時間復勞 就是它會跟它 練兩個 C森叩扣 做比較是 Select跟Pol 那這兩個C森叩扣 其實就是 Epo的前身 它們也是做 Io多工機制的 兩個C森叩扣 那 這邊 只要主 主要指的是說 我如何處理 已經被觸發的FD 那 以Select跟Pol而言 可以看一下這段範例扣 我 以Pol為例子 就是我在執行Pol這個C森叩扣的時候 我必須先把我所有要 請他幫我監聽的FD 丟進去這個C森叩扣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它就會Blocking住 直到這個 假設這是五個嘛 五個裡面其中一個FD 有狀態被處罰的時候 它就會 它就會Return 那我就會往下走 那我要怎麼去找出這五個裡面 有哪一些FD被處罰呢 那我就必須跑一個Pol圈 去 呃 疊代所有FD 然後去判斷這個FD裡面的狀態 是不是跟我想監聽的狀態是一致的 如果是一致的 那我就代表說 這個FD的狀態已經被處罰被修改 那我可以對它只要做讀取 這樣的話 不管每次Select或Pol執行完 我都要重跑一次FD 那我FD越多 那我這個回圈就要跑得越大 所以它就是Return的時間複雜度 那如果是ePol的話 因為ePolWrite 可以看到上面的資料結構 它就是直接從這個DoubleLinkedList裡面 把資料拿出來 它會回傳的東西就是 真正的狀態被處罰FD 它不需要你去做 呃 偶外的副圍圈去疊代所有FD 去繳出哪些FD的狀態被處罰 所以它的時間複雜度就會在 呃 常數的時間複雜度這樣 好 好 那我們來接下來就進入 呃主題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GOLAN 是不是真的有Nunblocking I.O 跟ePol的 那我們一樣回到剛剛前面的TCP Server的例子 那這整段Code啊 它其實會執行這五個System Code 前面三個就是 呃我去建立一個Saki I.O 然後幫這個Saki I.O 綁定一個Pol號 然後開始去 Listen就是 開始去傾聽 有進到這個Pol號的C9連線 然後 當有C9進到這個連線裡面的時候 然後 OAS會先把這個連線放到一個Cue裡面 那 我可以透過Asset這個System Code 這個System Code 從這個Cue裡面去拿到對應的 呃已經連線的TCP連線 然後這時候這個 TCP連線會有它自己的FD 所以 Asset它去回傳這個該FD的連線 呃該連線FD給我 然後最後就是 RecealSend 就是可以針對這個FD做傳送或是接收資料 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會先針對上面這幾個System Code 去看它是如何去執行這四個System Code的 好 首先就是 Net.Listen 它其實的呃 它的CodeState有點像這樣 就是它最後會去執行一個叫做 Internet Saki的指令 Function 那這個Internet Saki它會去執行這個Saki 第一張圖這樣 然後 這個Saki底層又會再去執行System Saki System Saki 其實 到第三張圖它就會去執行那個Saki的System Code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它的 呃 參數就是 跟我前面 呃 秀的Saki的參數是一樣 會帶Family 就是它可能是IPv4 IPv6 或它的SakiType 什麼的 這個Saki function呢 它會回傳一個FD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它是回傳一個INT 然後它回傳一個FD之後 它會用set non-blocking 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FD從blocking的行為變成non-blocking的行為 那這個set non-blocking底層就是call那個fcntl 那個System Code 好 那我們從這段code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我們的golem它在執行net.listen的時候 它是建立一個non-blocking的network.io 然後在回傳這個FD之後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蠻特別的點是 它會回傳一個叫做netFD的 的Structure 這個FD 這個netFD的Structure 它會透過這個newFD的 function 把SakiSystem Code回傳的FD 封裝成一個FD的結構 這個netFD的結構其實就是 勾連在處理network蠻重要的資料結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Structure 主要是用來幹嘛的 好 其實這個netFD它就是 針對network.io的FD做一層封裝 就是它會帶一些特別的參數 然後去封裝一些 關於network有關的method 比如說netFD就會提供一個 listenStream的method 它底層就會去call bind跟accept的System Code 就是你可以直接透過listenStream 直接去呼叫這兩個System Code 建立一個TCP Server 那netFD裡面又有一個叫做 poll.fd 那這個pfd其實就是 pollableFD跟ePoll的封裝 那它這個poll.fd 這個fd的Structure裡面 它其實會提供很多 跟ePoll底層交互的指令 比如說它有提供一個叫做 initial的method 這個initial就是 我會同時去call ePoll create或是ePoll control 然後這個poll.fd 它底層又有 它裡面又有一個結構叫做poll descriptor 這個其實是記錄說我這個poll.fd 它在golland longtide的一些資訊 像是它會有兩個fail的是rg跟wg 代表的是目前是哪一個globe team 正在對這個fd做讀寫 做讀或是寫這樣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呃 實際上我們回顧一下那個internetSaki的執行過程 就是它會先執行cernsaki 然後透過這兩個cerncode 建立nonblocking的io 然後之後 會把os回傳的fd這個int 透過newfd的function 封裝成netfd的結構 然後會執行netfd的一些封裝好的method 比如說listenStream 去執行bind的跟listen的cerncode 然後建立一個tcp server 然後最後它會 會執行這個netfd裡面的profd去呼叫 或initial function去出使用epore的實力這樣 好 那剛剛最後的是到 呃 最後是到bind and listen 那下一個cerncode就是accept 這個accept它也是去執行netfd的accept 其實它就是去執行這個 offset systemcode 但我們可以看到的特別一點是 我執行erset的時候 剛剛有說它會回傳一個是 屬於這個連線的fd 那它會再把這個連線fd 透過newfd封裝成golland的netfd的結構 然後它這邊也會再呼叫一次 然後它這邊也會再呼叫一次這個netfd的initial 這個initial就是 剛剛在建立saki的時候也會呼叫 那這邊在做asset也會呼叫 只是這時候這邊的呼叫initial 它只會去執行epore control 就是把這個我 我從那個tcserver 新asset到的client端的連線放到eepore裡面 請eepore幫我做monitor 那很神奇的是這個netfd啊 它其實不只被呼叫一次嘛 它在初始或者saki的時候被呼叫 它在被asset也被呼叫 那我們看一下它裡面做了什麼事 就是其實它最後底層是執行這樣的function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用到那個golland once 這個standard library的功能 就是當它第一次被執行的時候 它只會去執行是這個run time server initial 那這個run time server initial 就是它只會去執行epore create 所以說當我們第一次執行這個initial的時候 它就會幫我初始化epore的instant 但是只會執行一次 那之後只要第二次執行 它都是執行proopen 就是執行epore control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就是實際上執行的範例 對 netpro initial就是執行epore create 那proopen它就是執行epore control 然後它會把這些事件注入進去這個epore 請epore幫我去監控這些事件跟這個fd 然後這些事件就是像in就是去看它有沒有資料 那out就是看有沒有資料可以寫入這樣 那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 那我們epore解決了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從剛剛的cortracing的過程 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listen跟asset 它實際做的行為就是我listen的時候 我就建立nonbuckin.io必出實化epore的實力 那asset就是我收到一個TCP的連線 我把它註冊到epore實力 請epore幫我監聽那個每一個fd的事件什麼時候被觸發 對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在建立連線的時候 我們是用buckin.io機制 那我們每一個buckin.io 我都必須用一個cortracing 去管理它的讀寫狀態 但因為今天勾列底層它是用epore 所以它會建立一個nonbuckin.io 那這個nonbuckin.io 我就沒有必要每一個底層 每一個io都用底層的cortracing去維護 所以透過epore第一個解決問題就是 我今天不用每個TCP連線我都用cortracing 那這樣就可以降低蠻多的記憶體消耗 跟content switch的一些資源這樣 那有一個很奇怪的點就是 欸為什麼我從前面追扣的過程 我確定的是 那個golem建立TCP server的時候是nonbuckin 那我在asset的時候也是把nonbuckin連線放到epore的實力群 它幫我monitor 但是我在clinition.read的時候 它還是會buckin住呢 照理來說如果是nonbuckin.io 像前面說的 它應該會馬上return一個error給我說 現在沒有資料可以讀 完簡再來讀這樣 好 但是因為我做一個假設啊 大膽的假設 就是golem其實就跟讀神一樣很低調 它就是不想讓你知道它底層是用epore 所以它想要做的事就是 欸我想要隱藏epore.wet的這個season code 我想要隱藏nonbuckin這個機制這個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覺得欸我這樣做 對你們一些programmer來而言是比較recept friendly的行為 因為你不用去管理很多 因為nonbuckin.io相對於buckin.io 你要去管理每個io的狀態可能比較不好管理 而且你還要去了解io多功是什麼 你要去了解epore.wet的機制 他可能覺得這樣沒有user friendly 所以我想要把它隱藏起來 好 那有了這個假設 我們去看一下 golem怎麼做到把這個nonbuckin.io也出現buckin的效果 那可能要先簡單講一下就是golem它的gpa模型 就是大家都知道gole team是那個user label的線程 那所謂的user label的線程就是在我們go執行的run time裡面 它會有一個自己的schedule去控制gole team的狀態 其實就像這張圖一樣 喔這張圖我先不講好了 對簡單來說就是就像OS它可以去OS的schedule 它如果碰到某個process有io wait的狀態 它會把這個process去swap到waiting的狀態 那golem的schedule它也有類似的功能 它可以去切換gole team的狀態 從running切換成waiting 然後再從waiting切換成runable 那切換到runable的時候 gole team的schedule它就會把runable的gole team 拿出來變成running去執行它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能夠透過schedule去控制gole team的狀態的話 我們想要做到barking的機制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gole team的狀態 從running切換成waiting 那這樣的話就沒有 沒有客中所有會去執行這個gole team裡面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就會 無法往向執行就會產生barking的效果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它barking的行為是發生在哪邊 就是我們批行connation.read的時候 它的底層就會執行到那個fd.read這個function 那它可以看到這一行 這一行它會去執行readsyscode 然後因為這個fdr它是nubarking的 所以我在執行的瞬間它會回傳我error 然後我這邊我就要判斷 這個error是不是這個real game的error 這個就是nearsteam的real game的error的類別 然後如果它是real game的error 代表這個error是正常要被handle的error 就是它因為它是nubarking 然後現在沒有資料可以讀 所以我就去handle這個real game的error 然後先判斷說這個fd它是proble 因為它是proble代表這個fd是可以被放進epod的 那它可能也被放進epod裡面了 所以我就把它做blocking的行為 然後它就是執行wait read的 那我們就簡單帶一下 wait read 最後它會執行到nable blocking這個function 那這個nable blocking這個function 其實就是會把colonating狀態 從running切換成waiting的一個關鍵的function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function做了什麼 首先它會先去把這個 這個在執行這個fd的goldteam的指標拿出來 就是會透過這個podescreeper裡面的這兩個參數 然後它就會先拿rg就是拿到這個read的goldteam 然後如果它的狀態是寫的話 那我就去拿wg 拿到這個goldteam的指標之後 它可以跑個forward圈去判斷說 我這個goldteam的指標 它是不是已經被切換成ready的狀態 因為如果切換成ready的狀態就代表說 這個goldteam或這個fd 它目前的讀或寫的狀態是ready的 那就代表說它不能被切換成waiting 因為它其實是有資料要被handle的 所以它如果這個goldteam的fd的狀態是ready的話 它不會就最直接return true 就是我不會做barking的行為 然後如果會的話那就會往下走 這邊它可能會有那一破缺格是確認一下 我現在這個fd它沒有任何連線error的事件 好都確認沒有 那我就可以做goldteam狀態切換 它其實就會是執行這個goldteam goldteam的那個就是goldteam提供的run time function code 它其實就是把goldteam狀態切換成waiting 好 然後切換成waiting之後 就是第二件事很關鍵嘛 我要把它切換成waiting 那我一定要把它切換回來 那我怎麼把waiting的goldteam切換成runable 或是running呢 就是首先我們要去思考說 什麼樣的goldteam是要被切換回來的 那就是 IO這個goldteam裡面的fd狀態是ready的 對 所以首先我會先去 喔首先我要先介紹的是那個goldteam run time 它有一個schedule function 這個schedule function它就是 就是你在run你的goldteam的時候 它就會在背景一直去執行的 那run time會時不時去trigger這個schedule function 那這個schedule function它就是 實作goldteam gpm模型schedule的一個 蠻重要的核心 function 簡單來說它底層有一個 它執行這個schedule function裡面會執行一個叫 findrunable的function 這個findrunable function就是找出所有 可以被執行的goldteam 然後把這些goldteam的狀態 從waiting切換成runable 然後會放到一個goldteam的runable queue 然後這時候gpm模型的processer 就會去這些goldteam的queue裡面 把可以執行的goldteam 拉近他們自己的queue 然後等待這些goldteam被執行掉 那這個findrunable的function 它裡面就會去執行 netport這個function 它其實就是去執行epotwait 這邊在執行epotwait的時候就會blocking住 那直到這個epot裡面有任何狀態被trigger的fd 它就會回傳 然後它這裡面多做一層封裝是 就是我把這些fd封裝成goldteam的list 這樣的話外程的操作 我就可以針對goldteam的list 一個一個拿出對應goldteam的pointer 然後幫它切換狀態 就像這一行 我從那port拿出所有goldteam的list 就是透過一portwait的自行 然後去找出所有狀態已經被trigger了fd 然後我之後找到這些正在運行這些fd的goldteam的指標 然後把這些goldteam的指標 我從waiting切換成rumble 那只要我切換成rumble 那這些goldteam就會被放在global queue 等待那個gpm的processor 去把這些rumble的goldteam 拿進去它的queue裡面 然後直接被執行 然後我們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剛剛那個 剛剛那行call 就是這邊這行call 就是 原本我們走到這一行 就是waiterread的時候會blocking住 那被blocking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呼叫了goldpark 把goldteam的狀態從running切換到waiting 所以這時候這邊會blocking住 那因為goldroundtime 它會去執行schedule跟findrunble 所以它定時會透過一破wait的方式 找出可以執行的 狀態被trigger的fd 跟這個fd實際上在運行的goldteam 然後它會把這個goldteam的狀態 從waiting切換成rumble 然後這時候這個 原本在goldteam執行的call 是執行到這一行 那當它從waiting被切換成running的時候 那它就會往下執行 然後執行到這邊就是continue 然後再跑一次這個for一圈 然後因為這時候這個fd的狀態 已經是可讀的 因為我們透過一破wait 一破會只會回傳你狀態ready的fd 所以這時候我讀到 我去呼叫 遇了season call 它就不會回傳error給我 它就會回傳 我真的可以讀多少資料的狀態給我 那我就可以針對這個offset 去讀取對應的資料 然後 下面是搜尋到的結果 然後 它會去執行對應的fd 然後 它會去讀取最應的資料 然後對資料做相對應的處理 好 喔 欸 講那麼快 好 那最後 呃 有幾個take away 就是 呃 如果我們今天 Golens是使用blocking.io的話 那每個blocking.io 它都會需要一個kernel的水 去管理這些連線 那這樣就會非常消耗記憶體 那如果我今天我想要不要每個io 都用一個kernel thread去管理 那就是 我可以用non-blocking.io的機制 那non-blocking.io的機制 我就 必須對每一個fd 做polling的行為 那我不可能在 user-level process 做這件事 所以 我會搭配kernel層的IO 多工的機制就是epo 那如果我用epo的話 那我kernel thread的 的數量 我就可以從原本的orderN 降到order1 因為我只需要讓epo weight 幫我去管理 多個連線的狀態 然後用一個kernel thread去 執行epo weight 這個cernel code 它就會回傳我 哪些fd的狀態是被trigger的 那 所以這邊就是goLens 就是用epo 然後降低kernel thread的數量 那 因為goLens它很低調 goLens它很低調 它就不想讓你知道它用epo 它就想 它就覺得 可能這樣的實作 會沒有user friend 因為大家還要去知道 什麼是barking non-barking 什麼是IO多工機制 它想要讓大家操作的時候 就跟barkingIO的行為一樣 所以它就用它們 既有了gpm的模型 讓你能夠對 clinchern做read跟read的時候 都有barking的行為 那它實際上的方式 實際上的方式就是 我今天在對read執行的時候 發現這個fd它其實沒有資料可以讀 我就用goPark 把goLens的狀態切換到waiting 然後 我schedule會定時執行epoWave 把狀態被trigger的goLens 因為狀態被trigger的fd裡面的goLens 把它從waiting切換成running 那 這樣的話 你就會有barking的效果 那 也有user 就是會user-friendly 對 那底層其實就 就是原本我可能要N個 kernal thread 那現在就變成N個goLens 這樣 那其實 呃 大家都知道 kernal thread跟user-label thread 他們之間的 的 消耗其實是kernal thread 比較佔記憶體 然後比較佔OS的content switch 這樣 那其實這個設計啊 就是也不是goLens獨有的 就是其實蠻多語言跟蠻多ft server framework 也都是採用Io那個多工 像是 呃 蠻常見的NGS這個ft server 然後或是Rust的TOKYO Jaba的NIO 其實他們底層都是用 用epo 然後搭配Io多工機制去達到他們 呃 比較高效的ft server設計這樣 好 那個講到這邊 對 那接下來是進QS檢 然後 我這邊有放那個 畢施的真材資訊 跟我 我自己的media連結 大家有空可以掃一下 好 那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我剛剛哪邊講的沒有很清楚了 有點安靜 對 大家都OK嗎 這麼神 喔是嗎 欸那個 謝謝 我 他給拿出來 還有他房間可以說 有一個thread可以來出這個產品 然後第二個產品有第二個thread可以來出他 你的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很多連線都被trigger成毒的時候 我要怎麼同時處理 這個 其實他同時處理的方式 就是 就是golem這邊就是用gole team去同時處理 那 其實gole team底層也是chromesuit去執行 只是 他的 因為gpm模型chromesuit的限制數量 就不會超過你的核心數 所以 其實最後就 就算 就像我假設我就四顆核心 就算我一百個 我今天同時有一百個 一百個tcp連線要做毒區 那我也是 就是這四個核心慢慢輪流 只是 我不會初始化到一百個clone thread 我是初始化一百個gole team 然後這一百個gole team去 同時分配這四個clone thread慢慢執行這樣 對 對 再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對 再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還是 就這樣結束了 還是大家對b圈有什麼興趣 b圈問題給我問 好喔 那如果有接下來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那歡迎到 Vic的medium去找他 就是 應該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對對對 就是可以看到blog 然後可以留言給他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會再休息十分鐘 那下一場議程呢 會講說 gole team 如果透過compile 去優化你本身的application performance 那預計在十一點三 半的時候呢 會再 會再舉行 那